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智慧树party 开始 嗨 智慧树party 你我都是好朋友 金隔离摸摸秀 一起大声说你好 你好 一起快乐扑档 泡泡实验室 智慧树星球 新的一天开始了 泡泡实验室里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 知道点博士 小咕咚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咕噜咕噜 小咕咚跟绿泡泡学了一个特别神奇的魔术 现在表演给你看 好 借你的水用一用 小朋友们 你们看 小咕咚这里有一个杯子 空空的 然后 这里有一杯水 小咕咚要把水倒进这个杯子里 诶 哇 谢谢你 现在呢 一 二 三 哇 耶 小朋友们 快点小咕咚咚咚掌吧 小咕咚知道 杯子里面藏的东西 嗯 是小咕咚 又被你猜算了 小虎东 你这个魔术虽然很神奇 但是知道点博士也有办法 可以让杯子倒扣过来 而水不流出来 小虎东 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要怎么做 知道点博士真的能做到吗 小虎东 看 我在杯子上拴了一个绳子 知道点博士现在要把杯子摇晃起来了 小虎东先逃了 小虎东 没事 放心 我这个水是不会流出来的 看好了 一二三 走 怎么样 神奇吧 小虎东 太神奇了 水真的没有流出来 知道点博士你就是太棒了 小虎东知道 这个是神奇的离心力 什么力 巧克力吗 小虎东 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离心力 小虎东 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带大家来认识一下神奇的离心力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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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小朋友快来吧 神奇的誓言正在呼唤你 他学的世界都好我熬你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小嘉宾李雨昕 今年六岁 小嘉宾马芷静 今年五岁 小嘉宾王伯涵 今年六岁 小嘉宾张子涵 今年五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 本来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智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好玩 红果果 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怎么样 好吗 好吗 怎么玩 这个游戏就是转圈 转圈 好 我们先转起来好不好 来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跟我一起来 我数一二三 我们就把身体转动起来 一二三 转起来 转起身 转到你们觉得晕了 停 头晕 我现在已经有点头晕了 绿泡泡 这个转圈和我们今天的游戏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今天的游戏 很简单的一个小游戏 里面就有科学的道理 我来问问小朋友们 刚才在转圈的时候 你们觉得你们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吗 首先这样打开了 这个打开是你主动打开的 还是你觉得它自己就打开了 自己的 跟随着身体的转动 我们的手似乎也打开了 手臂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力量的名字叫做离心力 离心力 猛的一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 或者不是特别理解 这样 接下来我们把四位小朋友的身上来装扮一下 我们看到我们已经给小朋友们装扮了一下 是不是 穿了一个乒乓球小裙子 这个一会儿会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离心力的存在 我们首先有请白队的两位小朋友听我的口令 准备 开始 转动身体 慢慢转 好漂亮 转得快一点 把我们的小球都转动起来 倒数五个数 5 4 3 2 1 好 刚才转动身体的时候乒乓球怎么样了 浮起来了 飞起来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才的双臂自然张开一样 乒乓球好像也是悬空 就像我们的手臂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力的作用 小朋友 离心力 好的 去我们白队的两位小朋友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来 换我们蓝队的小朋友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 蓝队的小朋友 观察一下你们身上的小时候 来 5 4 4 3 2 1 好 王伯涵 说一下你的感受 感受怎么样 对 你的蜜 就转动了起来 转动起来 由于什么力 离心力 没错 就是因为离心力 而且我们看到小朋友的两个小辫子 小头发也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来 再转两圈 快一点 我们看看 小辫子是不是也飞起来了 也是屁股自觉地转起来 对 好 请回去 今天我们只是让小朋友感受一下这个离心力 接下来我们就专门玩一个跟离心力有关的游戏好不好 还有更好玩的游戏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们一起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信心观察 汉索奥妙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被灰奶粉 接下来我们又要玩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了 红果果已经做好了一个小道具 这是在一个绳子的中间有一节吸管 然后两头是用橡皮泥捏成了两个球 我来看看这两个球大小 有什么区别 你来看一下 这边它大一点 这边它小一点 这游戏该怎么玩 有什么好办法 让小球把大球给带动起来 就是手不碰它自己把大球给带动起来 提起来 小朋友有什么好办法吗 有好办法 能想到吗 可以动手来试一试 一时间不太好想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让小球自己转动 谁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离心力 真棒 其实这个游戏里面也运用了离心力 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也来试一试 好 好 现在我们分别的让我们的小朋友来试一下 转起来 转 回到树洞奖 真是成功 好 张子涵也来试一试 好 好 转起来 真棒 来 这边两位小朋友 李雨昕 你先来 开始 好的 准备开始 好 转起来了 真棒 成功了 接下来我这还有一个看上去更夸张的 看 看 也是一大一小 但是这个 太小了 太小了 跟这个大的比这个小的非常小 那你们猜一猜 能成功吗 我转这么小的一个橡皮捏成的小球 能把它给提上来吗 不能 都不能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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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 太小 太小了 如果这爸爸能成功的话 我们为他鼓鼓掌好不好 好 来 准备 开始了 为他鼓鼓掌 实在成功了 再来欣赏一遍 好 吃点劲 好厉害 对 你们说这是我的力量的原因还是离心力的原因 离心力 对 当然了 跟我使劲的甩动绳子是有关系的 但是真正把它提起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离心力 其实这个离心力说到它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应用 家里的洗衣机 洗衣服的时候 尤其在甩干的时候 衣服是怎么样 不停地转圈 然后什么东西飞出来了 水 所以衣服就变干了 原来离心力那么有意思 我听说这个知道点博士有一个和离心力有关的游戏 不如我们去看一看 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鼓励一下我们现场的几位小朋友 伸出你的手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真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最棒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小朋友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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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这是什么声音 听你一声 解开缆声 准备起毛 我们要起好了 喊我水手快乐的小顺手 我早睡早起勤劳又努力 喊我水手快乐的小顺手 我不勇敢爱航行 全马上要上岸了 小水手们快上船 和绿泡泡一起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我是快乐的水手 到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金黄的沙滩高高的夜灵 都是我爱的风景 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我想跟着灯塔的指引 前往目的地 听 这是什么声音 解开缆声 准备起毛 准备起毛 我们要起航了 喊我水手快乐的小顺手 我早睡早起勤劳又努力 喊我水手快乐的小顺手 我火火火勇敢爱航行 我火火勇敢爱航行 我火火勇敢爱航行 因为这一道酒 我本来不用担心 是吗 小胆 小胆 我来马上吃吧 小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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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的是什么 三角形 方形的水果 让摩尔好好想想 三角形 方形 水果 道哥 摩尔实在想不到什么水果 是三角形和方形的 摩尔 我刚才吃了一个三角形的西瓜 和一个方形的西瓜 还有三角形和方形的西瓜 我只知道有星形的西瓜 星形的西瓜 道哥喜欢 道哥要吃星形的西瓜 道哥 你还要吃啊 我们去帮小朋友们认识形状吧 咕咕咕咕 尘尘准备好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小姑都赢了 我要跳远一点 接着玩 石头剪刀布 尘尘加油 尘尘 我们换个游戏玩好吗 好呀 你看垃圾桶是什么形状的 长方形的 你还知道其他的形状吗 我还知道很多形状的 有圆形 长方形和三角形 你能找到长方形的物品吗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长方形吗 这个是长方形呢 还是这个是长方形呢 这个是长方形 这个是长方形 这个是正方形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答对了 真是太棒了 我知道了 这个砖是长方形的 你太棒了 尘尘 小胡同可要再靠靠你 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圆形的吗 我们去找找吧 我们去找找吧 好呀 走看看又看看 我们找一找圆形在哪里 这个树叶是圆形的 便是机前的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树叶是圆形的吗 是椭圆形的 小朋友们答对了 这个树叶就不是圆形的 它是椭圆形的 小猪叶 这个树叶是椭圆形的 小波东 我找不到了 你帮帮我吧 让小波东好好想一想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能知道这两个花坛哪个是圆形的吗 这个是圆形的 这个是圆形的 小朋友们答对了 真是太棒了 咕噜咕噜 小咕噜 认识圆形了 小朋友们 你们看 我们围装的是圆形吗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圆形和长方形了吗 认识 我们围装的是圆形的 就和我们一起唱吧 形状形状要分清 道科罗尔提个形 长方形和正方形 分清圆形火圆形 哇哦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吃饭的晚是圆形的 这个书是长方形的 我是道科 还有我 我是博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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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噜 咕噜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噜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好的绿泡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 好的 绿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博尤希 今年五岁 我今天陪大家带来一广泡 风车上的轮子转押转 转押转转 好棒 太棒了 咕噜咕噜 凡是联系外面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内容 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 发 发尚微博和我一起分享 爱着我 传掌照片和我一起分享 爱着我 拍摊食品画张图画记给我 进行地址已经有机 开机老欧 北京是要00038行像 123飞行 只会输了木股东手 小股东手 有张电脑是要00038 啦啦啦 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 快点来信吧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